儿子被男童缠上了 老师打电话让我去学校一趟 我到学校时 他第一次冲我吼出声 妈 我喜欢男生我有什么错 我看向他 没有生气 没有愤怒 蹲下身体低声问他 那你怎么确定自己喜欢男生呢 儿子今年15岁 品学兼优 从小到大没让我操过心 今天上午把他送到学校 前脚刚踏进公司 后脚老师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他语气沉重 起安妈妈 上午有时间吗 能来一下吗 他从小成绩名列前茅 待人真诚 这是这么多年 第一次出现请家长的情况 我想起周围不少妈妈和我抱怨 进入青春期 孩子心思不放在学习上 小小年纪开始早恋 我当即问老师 是不是早恋 女孩子脸皮薄 别惩罚女孩子 你教训我家混小子就成 但是他依旧不肯给个准话 你来就知道了 你先来吧 我请了假 急匆匆往学校跑 刚推开教室门 就看见我家儿子 垂着头站在老师办公桌面前 老师一言不发 戴着眼镜批改一本本作业 将他忽视的彻底 我拍他肩膀 他向我靠近了一步 委屈喊我 妈 我没理他 面对老师开口 怎么了 老师 老师慢悠悠地把眼镜摘下 合上红笔 把一堆纸条推到我面前 齐安妈妈 你看看 儿子呼吸一致 我上前一步 一张张小纸条 摊他在桌面 用黑色水笔 写着一句又一句的话 老公 吃饭了吗 我好喜欢你 我好喜欢你 老公 能牵手吗 都是从早恋过来的 能理解 我当即和老师说 在不影响女生的情况下 我对我儿子谈恋爱没意见 他上次考试 我记得又是第一 他能帮女生补习 如果女孩子想见见我的话 也可以 齐安妈妈 老师扬声开口打断我 他缓了语气 又对我身后的儿子开口 你说说是谁写给你的 这不是什么不好说出口的事 尤其在我不反对的情况下 但是他一言不发 老师又抬高声音 你妈妈就在这 你说啊 你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啊 你们要不要脸啊 他的情绪比我想得更激动 见齐安不说话 又来和我说 你也知道 高一关键 高二关键 高三关键 上了大学后 大一关键 实话说 我一直觉得齐安不够努力 现在又出了这种事 这一生不是要毁了 他今年四十多岁 带过好几个毕业班 教学能力不容置疑 但是齐安不止一次和我说过 感觉班主任不喜欢他 我问他原因 他摸着头说直觉 我打断老师 仅仅因为早恋 断言一声声势太过武断 他明显愣了一下 随后又把眼镜戴上 敲着桌面上的纸条看向我 这是周延青写给他的 男生 班里倒数 看着挺清秀 腼腆一男生 我没想到会做出这种事 要是我知道 我怎么都不会安排他们做同桌 未成年 跟风喜欢男生 要毁了自己一辈子 从男生那里 我脑子就转不过来 他一句接一句 我慢慢才明白什么意思 早恋 和男生 和他同桌 他和我提过 新同桌没有爸爸 没有妈妈 很认真的学习 就是学不会 他想帮帮他 刚开学那段时间 他经常和我提起新同桌 我以为他们是好朋友 结果事情发展到现在这副模样 比我想的严重数倍 不是因为我反对同性恋 而是因为 他怎么确定自己是哪一类人 他正处于青春期 如果是因为旁人带偏 那我痛心 如果是一次又一次怀疑自己 最后坚定并且明确自己是 那我更痛心 但是他从小没有表现出 同性恋的倾向 甚至看见小区里 那个又漂亮又优秀的漂亮姐姐 还会和我开玩笑 妈 我喜欢这个姐姐 要不要脸啊 小小年纪不学好 这些纸条都是那个男生传给他的 我看得清清楚楚 问就是不说话 问就是不说话 老师明显在气头上 我的儿子我清楚 所以我先对儿子说 你先回教室 我和你老师解释 但是当我的手碰到他的肩膀时 他第一次吼出了声 我喜欢男生 我有错吗 我忍住脾气 不能发火 不能发火 只要我一发火 我就会被放在阻挡他们的恶人角色 他们会以为 他们感天动地的感情 遭到全世界阻拦 原本没有感情的人 也会被捆绑在一起 老师比我生气 齐安 你什么态度 这是心理疾病 实在不行 你们就去医院看看 我捂住儿子的耳朵 第一次面对老师冷了脸 齐安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讨厌他 我知道 他从县城考出来 一步一步在大城市安家落户 在他眼里 只要努力就能完成一切 事事都必须努力 但是齐安很明显 不是努力型的小孩 他的练习册上会的题一律不做 只做他感兴趣或者不熟练的题 开学第一周 他就和我反馈过这个情况 投机取巧 不努力 但是一次比一次好的成绩 却打了他的脸 人和人的观念不同 我并不想和他争论 只能尽量礼貌地和他说 我先带他回家 我放下手 牵着儿子走出办公室 他一言不发 出了学校门口 我才问他 真的喜欢男生吗 他突然甩开我的手 脸上带着烦躁 是 我就是喜欢男生 你也要反对是吗 我确定我就是喜欢男生 我承认了 我就是要和男生过一辈子 他站在学校门口 冲我吼出了声 安安 第二次 我生他那年难产 险些丢了半条命 这些年 我一个人养他长大 过来认错 找我和好 长大后 很少有事能让他情绪波动 和我吵架的次数 也越来越少 但是今天他吼了我 两次 他愣在原地 拧紧了唇一言不发 我走过去 没有责备 没有生气 蹲下身轻声问他 那你是怎么确定 你喜欢他呢 可以和妈妈说说吗 他一张脸顿时红了起来 一言不发 半赏才孽如出声 先回家吧 他不肯说 我带着他回家 做完了饭又去追问 他依旧不说 下午他一个人窝在卧室 我推开门 拿着两本书进屋 一起看书 这是我们母子 从小到大的习惯 他坐在我旁边 将书翻得哗啦啦响 坐立不安地硬着头皮看 最后整个人往后一仰 小声开口 妈妈 因为我对男生有反应 我和尚书 没有嘲笑 认真看着他问 嗯 什么情况下呢 看见他就会吗 他支支吾吾回答 差不多 我又接着追问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上个月 因为他做什么事吗 他脸颊通红地看我 含糊糊开口 妈 别问我了 我摸他的头 嗯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不用遮掩有所顾忌 怪我 这些年一个人带着他 疏忽了这方面的教育 我说完 静静等着他 他深吸一口气 拿起手机 解锁 视死如龟般地 把手机塞进我手里 他发我照片后 我以为会是什么 认真学习的照片 让他一见钟情 但是我看清屏幕 就愣在原地 男生身手捂住脸 穿着裙子坐在浴缸上 露出一双又细又长的腿 穿着短裤坐在凳子上 双腿打开 躺在床上 露出红润的唇瓣 和白皙透粉的胸膛 一张张照片映入眼前 变成一根根木棍 几乎将我的脑袋敲晕 一个未成年人 给另一个未成年人 发这种照片 为了什么 齐安红着脸小声说 所以我说我喜欢男生 我安抚他害羞躁动的心 你先别急 妈妈出去一下 我回房间找出自己的电脑 艰难地找网站 又按着照片的类型 找了几步 我把电脑塞到他手里 按下播放键 眼瞼一概 看 我出门了 等临近傍晚 我依旧在咖啡厅徘徊 他发消息 妈 我回家 他不好意思地把电脑抱出来 红着耳朵问 我喜欢男生 也喜欢女生 我接过电脑 开口解释 男生骨架小 而且滤镜调到最大 穿着裙子 根本没有男性特征 等你们长大 他会开始变身 长胡子 出汗增多 四肢也开始充满力量 你还会喜欢他吗 儿子摇摇头 我不确定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又引导他 你看见他时 想的是照片还是他本人 照片 那你抛去照片 明天认认真真的看他 看看有什么反应吧 明天和妈妈说 好吗 但是第二天 他回来后 又把自己锁在卧室 我去敲门 怎么了 他还愿意和我说话 垂着头说 不用管了 他说不喜欢我了 把我删了 妈妈 我觉得难过 我可能真的喜欢男生 他状态不对 我和他说 你要分清 是你是因为喜欢他 所以想和他在一起 还是因为突然失去一个好朋友 占有欲而已 但是他怎么可能分得清呢 我这个成年人 有时候都会弄混 我不再劝他 想起那一张张照片 这是我第一次 想插手他们同龄人的事 我想见见我儿子 口中的男生 第二天 我又请了一天假 没有找班主任 找了英语老师 他刚上岗 年纪轻 这个班是他带的 第一届毕业班 他对周延青的评级 不会紧紧停留在班里倒数 周延青父母离异 他跟着爸爸生活 虽然学习不好 但是性格腼腆 班主任应该和他们提起过这件事 他见我询问 还跟着劝说 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 现在这社会 这种情况很多 我大学同学就是 我冲他笑笑 他大学同学就是 我就要接受我养了十几年的孩子 也是喜欢男生吗 这种事情 不能稀里糊涂的下并论 更何况 如今的事情 远远比懵懂恋爱复杂的多 那一张张照片 是谁拍的呢 那些带着暗示的姿势 是谁引导的呢 还有那一件件暴露的衣服 是这个年纪的孩子该懂的吗 能让我和他见一面吗 因为老师欣然同意 当然可以 他来得很快 和我想的有些出路 个子很高 比我儿子高上一头 他逐渐走近 太瘦了 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校服裤腿空空荡荡 手腕突出的骨头 几乎要从校服袖口里飞出 这是齐安妈妈 她看见我 率先开口 不好意思 我才知道 齐安不喜欢男生 我以后会和他保持距离 我还没开口 他就把话全部堵死 但是我不是想来问罪的 我打断他 太瘦了 平时没有好好吃饭 他顿时愣住 我又说 周日齐安15岁生日 我来是想来邀请你 齐安把你当做很好的朋友 他也希望你能来 周延青没有回答好 也没有回答不好 只是含糊地说 如果那天我兼职能按时下班 那我就去 我进一步追问 那你什么时候下班 我找人接你好不好 他留了地址 走之后 英语老师又忍不住劝说 你能接受真是太好了 周延青自己兼职养活自己 班主任不接受 只顾自己 丝毫没有考虑 两个小孩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打断英语老师 你有弟弟吗 他说 有 那您弟弟如果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做 他顿时没了声音 脸色善善 那我就先走了 周六是齐安生日 我邀请了他所有的朋友 还有小区里 他每次想打招呼 都没敢打招呼的那姐姐 他原本情绪奄奄 看见他的瞬间坐直了身体 我只想笑 他用眼神问我 怎么把他喊来了 正好碰见他放假 我就喊他来了 他只比齐安大两岁 但是齐安在他面前 反而像个小孩 无措地站起身 接过他手里的礼物 我不知道女生说了什么 齐安顿时消沉 女生走得很快 毕竟高二 他家里给他的学习压力大得多 不止一次 我看见他房间里 凌晨三点还亮着的灯 他妈妈在买菜时 会和我碰见 他妈妈张口闭口就是成绩 手里拎着的永远是自不平 我看他消沉得不像样 凑过去问他 怎么了 他还是小 听见我说话险些落泪 举着手里的水晶球说 妈 他谈恋爱了 周延青就是这个时间来的 齐安这句话刚落 他推开了门 率先和站在沙发旁的我对上目光 我用袖口擦掉他眼尾的眼泪 小声提醒他 你朋友来了 他有些无措的转头 对上周延青的视线 突然就想起 他这些天为什么纠结 一张脸上又疑惑又苦恼 最后还是站起身 周延青把手里的礼物递给他 他立刻拆开 直接给出反馈 我很喜欢周延青话少 但是齐安朋友话多 他们拉着齐安唱唱跳跳 我看他一个人 起身和我一起进了厨房 你帮我切点草莓吧 他听话的乖乖切 刀工很好 平时下厨 嗯 自己做饭 那很厉害呀 齐安到现在都没进过厨房 他把刀放下 又重申一遍 阿姨 不用试探我 我不喜欢齐安了 我没看他 反而问了别的 照片里的人是你 说我丝毫不担心 是假的 自从这件事发生 我几乎睡不了一个完整的觉 第一眼就是那一张张恶心的照片 油腻暗示 明显出自是成年人的手笔 更何况照片里的人身形娇小 身形和周延青完全不像 照片里的人不是他 那他为什么要发这些照片给齐安呢 这些照片又是怎么来的呢 周延青承认得很利落 不是 那照片你怎么来的 朋友发的 那你为什么要发给我儿子 掰弯他 听见这话 我强忍的怒火问 你也知道 齐安和你不是同类 他垂着眼说 能掰弯的 就说明都不值 你为什么用别人照片呢 你也知道 我儿子不是真的喜欢男生 他只一句话 能掰弯的说明都不值 我不想和他继续讨论下去 把草莓摆在蛋糕上 完成最后的点缀 我控制自己的 不要当众发火 满屋子的孩子 他们可能更能共情他 只要我一发火 我就会被放在大人角色 放在对立面 我端着蛋糕出去 走吧 蛋糕好了 齐安率先冲了过来 他一边接过我手里的蛋糕 一边小声和周延青说话 我想清楚了 你喜欢谁都是你的事 但是我还是你朋友 有什么需要的 随时喊我 他抱着蛋糕急匆匆地走开 又投入朋友的怀抱 这是这些天 我唯一觉得顺心的是 周延青丝毫不受影响 坐在一旁 太若安然地玩起了手机 我从他身后走过 看他在一个群聊里 刷得太快 我看不清楚 我想起那一张张照片 脑子一热 直接抢过他的手机 他不设防被我抢到 还给我 我快速浏览着一条条的消息 里面的内容不堪入目 各种图片交织在一起 不同的人 不同的消息交织在一起 多发一点 还有吗 我们交换照片 多拉人进群 大脑 轰隆 一声 周延青拿走了手机 我要报警 这是我的第一想法 小燕 过来帮阿姨拦住她 我喊其安朋友 按住周延青 第一时间报警 那些照片 那些语言 不该出现在未成年人身上 事关未成年 警察来得很快 一男一女 女生应该是刚上岗 有些紧张 手下意识地钻成拳头 男警察板着一张脸进屋 他进屋率先问 谁报的警 我站出来 是我 他眼睛眯起来 几乎看不见眼白 主动和我打招呼 可以喊我刘警官 我还没说话 周延青起身 主动把手机递了过去 这个往常倔强的男生 第一次流了眼泪 阿姨 别为难我行吗 我已经不喜欢其安了 他流着眼泪控诉我 在场的都是和他一般年纪的人 几乎是立刻 天平就倒在他那边 我抱着手臂不说话 那些乱七八糟的消息 飘在我脑海里 他比其安还小 才14岁 本该是只为学习发愁的年纪 为什么会混在群聊里 聊一些乱七八糟的话题 我以为他发照片 只是想把我儿子带偏 我几乎停止跳动 我稳住声音 你有没有给他发过你的隐私照片 听见那一声 没有 我才缓过来 其安仰头看我 怎么了 你从小教我不能随便给别人看 我摸他的脑袋 对 一群孩子围在我身边 女警察走近 您担心的行为 叫网络隔空猥亵 引诱 胁迫未成年人自拍裸照 向未成年发送隐私照片 与未成年进行大尺度交谈 这些都属于网络隔空猥亵 只要涉及专业知识 他像变了一个人 眼神坚定自然 刘警察没理会我们 扭头问周延青 群里的人你认识吗 认识 都是我朋友 刘警察很快看完了聊天记录 先安抚我 我理解您作为母亲的心 但是仅仅凭着群聊并不能断言 并没有出现引诱 胁迫未成年的现象 我不知道犯罪不犯罪 我就知道他一个未成年 不该做这些事 我们会进一步调查 我往前一步 火气几乎冲到头顶 这还不够 他们一张张照片就在群里 这还不够 我喊他们出来 等到第二天 周延青真的带着11个 和他年纪一样大孩子 出现在餐厅 有男孩有女孩 最小的女孩 甚至只有10岁 你警察蹲下去问他 你知道来这干什么吗 他怯生生地回答 来和朋友吃饭 他又斟酌着问 你们怎么认识的 他如实回答 网上认识的 互相给对方看自己拍的照片 你自愿的吗 自愿的呀 他说完垂着头解释 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们不能拍这些照片 周延青也在一旁附和 刘警官将手机交还给了他 我们最多只能口头教育 一整个群聊里全是未成年 没有引诱 只是未成年因为好奇而组成的群聊 周延青当着警察的面解散了群聊 这件事最后就这么下了定论 刘警官起身离开 你警察对我笑笑 警惕一点是好的 这件事情就这么翻篇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心 直到一个月后 齐安举着手机到我面前 我看清屏幕上的东西彻底愣住 和上一次相似的照片 相似的角度 只不过这次照片的主角 由男生换成了女生 木火瞬间点燃我整个身体 还有完没完 我抖着手翻看聊天记录 对面说我也玩游戏 交个朋友 最开始很正常 只是根据我儿子发的动态 来投其所好的聊天 直到昨晚 那边发了照片 交换照片吗 聊了这么久 我朋友圈里发了 不是那种 话题就定格在这里 因为上次的事 我当天晚上带着齐安 仔细了解网络隔空猥亵 此时他第一时间察觉到不对劲 拿着手机来找我 妈妈 我以为是我游戏好友 他玩游戏 平时也会加上游戏里的玩家 并且他的账号根本不是三五小号 他发了许多有关游戏的消息 对方投其所好 防不胜防 对于这种情况 我第一时间依旧选择报警 当天晚上我又请了假 最近频繁请假 组长终于忍不住了 多请两天 干脆别来公司了 儿子听见我手机里传出的声音 小声说 妈妈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 我把他删了就好了 就算有下次我也能应对 我摸摸他的脑袋一时安抚 对着电话那边说 嗯 那我辞职 他先抬眼瞥我一眼 才伸出手接过我手里的手机 上下翻看后 随后下定论 你儿子可能点进了什么不良网站 没有 没有实质性证据 这边不能立案 他伸出食指 敲了敲我的手机屏幕 把手机推给我 但是有实质性证据不就晚了 他只是嫌麻烦 不愿意管 我又把手机递过去 低了声音 麻烦您再看看 他接过手机 又随意地上下翻 点进对面的朋友圈 看他的生活记录 实在扭不过我 又用电脑帮我查 这是个未成年人 可能就是玩笑开得有点过 我理解您的心情 但我目前只能查到这么多 你可以等后续通知 我拿个手机出去 后续通知等于没有 这里不行 那我就换个地方 总有能管的地方 出门时正好碰到 上次那个女警察 他问我怎么了 我把手机的消息 又给他看了一遍 他把我接回屋内 对着刘警官说 为什么不立案 刘警官没回答他的问题 那双眼睛又眯了起来 你刚实习不太清楚 就是小孩子图新鲜 女生继续质问 这么明显的问题 你感觉不到 这种事情 有立案的必要吗 像上次周延青一样 冤枉人家 但是我没和他提过 周延青的名字 我还没张口 女生拿起了手机 拨了个号码 喊对面人 爸 我在警局 有个案子 你喊我哥来处理 他说完没有理会留警察 又把我的手机拿过去 反复看 就坐在一旁 比对一张又一张的照片 他一边比对 一边问起安问题 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 站在一旁的刘警官一直说 没什么用 最后就是一场空 我这才有机会开口 你好 我没有提过周延青的名字 女生转过身看他 刘警官 他冷了语气 但是男人丝毫不怕 夜深 警局里只有我们 他干脆站起身说 你一个实习生不了解很正常 回去休息吧 他说完 又扭头看向我 额头的皱纹挤压在一起 你也赶紧走吧 一天天一身一鬼 我把齐安拉到身后 我不走 我的儿子连续两次经历这种事情 我作为一个母亲担心的心情 被说成一身一鬼 对面就算是未成年 我今天也要见 凭什么不立案 我要举报你 明明有问题 为什么不管 女警官护在我面前 他抬高声音又问了一遍 你到底是怎么认识周延青的 刘警官因为以下犯上而吼出了声 我没有权力回答 我呢 我的权力够不够 突兀的声音像一柄利剑打破寂静 女生跑过去 站在他面前 副队来人穿着便服 显然刚从家里出来 但是一身便服依旧站得笔直 挡不住一身正气 我认不出来人是谁 刘警官突然迎了上去 小周是您妹妹啊 怎么不早说 她没有理会刘警官 只站在我面前 不用担心 这件事正式立案 对于任何犯罪行为 我们绝不顾惜 她说完后 又去问刘警官 你是怎么认识周延青的 她知识无误不肯回答 只说延青是个好孩子 男人直接抬脚 稳稳地踢在她膝盖上 刘警官膝盖跪地 砰 第一声 她又伸手接过我手里的手机 这件事由第一支队正式接手 我们都怀疑 是成年人假扮未成年 进行网络隔空猥亵 因为那一张张照片 明显是成年人的视角 他们连夜查 结果对面真的是未成年 女孩一进警局 就哭着忏悔 我是因为好奇加了她 我以后不会了 她是被她妈妈带过来的 她妈妈明显不知道这些事 了解后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丢死人了 发这种消息 你和卖的有什么区别 滚回家去 学习学习不行 整天乱聊 我早该知道 她用侮辱性的词 会形容自己的女儿 女孩只有13岁 我和女警察拼命拦住她 但是她说的激动 突然抬手把手中的手机 往地上重重一砸 女孩吓得往我怀里躲 我看着这场闹剧 心里焦脆 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儿子倒霉 凑巧碰见这种小概率事件吗 女孩在我怀里瑟瑟发抖 儿子从旁边递给我一颗糖 我塞进她手里 她仰着头 眼泪汪汪地说 谢谢阿姨 懂事听话 我怎么都不可能将她和网络上 那些人联系在一起 她妈妈还在闹 我站起身对着她说 你应该关心你女儿 是怎么拍出来那些照片的 怎么拍的 就是自己不要脸 拍出来的呗 她敢拍我都不敢看 其安学着我的动作 小心翼翼捂着女孩的耳朵 但是其实能听见 她睁着眼睛 无声地流眼泪 她妈妈觉得丢脸 扯着她要回家 走 回家 我拦不住 女警察问她 要不要回家 她看了看 牵着自己的妈妈 又看看我 最后哭着点头 我要和妈妈回家 女警察拍拍我的肩膀 不用担心 我们会派人监控他们 案件到这里又停住了 连我自己都怀疑 是不是因为我的过于敏感 是不是真的只是小事 因为我的幻想扩大了 我去警局的频率越来越低 直到某天 我接其安放学 看到已经退休的刘警官 坐在转角的咖啡店 她对面的人 我很熟悉 周延青 他们相谈甚欢 明显很熟 我没有回家 直接领着其安去了警局 周延青和刘警官在咖啡店 自从案件开始 事情大多都是这个女警察和我交流 此时她看着我问 你相不相信我们 相信 那就等消息 她摸摸其安的脑袋 我女儿今年刚上小学 我也希望她能健康平安地长大 她说着 给我看她女儿的照片 是生日图 女孩穿着公主裙 被爷爷奶奶抱在怀里 我母亲那颗绝不顾惜的心 一个月后 其安又收到了好友验证 她这个账号已经不用 登陆在我的手机上 对面破罐子破摔似的 接连不断的发图 我看的图片双手颤抖 图片里有男友女 11岁到18岁 甚至还有成年人 各种各样的图片挤在一起 到晚上 我就被通知 人找到了 是躲在郊区的一个团队 先抓到四人 随后又抓到潜逃的八人 总共12人 全部抓获 全部都是四五十岁的男性 他们伪装成网友 潜伏半年甚至更久 威逼利诱未成年 获得他们的裸照 用照片威胁 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 去骗取更多同龄人的照片 最后 把这些照片出售海外 满足某些群体的变态心理 以此完成一个黑暗的商业链 我赶去警局时 所有人都被控制 周延青带着一群小孩站在一旁 我才见过的小女孩也在里面 她眨着眼睛看我 脸上一片青子 看见我来 小声喊我 阿姨 我没有动作 看着周延青被警察戴上手铐 十一个孩子 全部由她负责 我以为周延青也是被别人控制 所以她才会发那些违和的照片和言语 但是不是 是她管着这十几个孩子 她给每个孩子发一致的话术 她让他们去加别人 她让他们拍照片 引诱对面发照片 她知道男孩子的照片更赚钱 因此群里大半人都伪装成了男孩 她把收到的照片统一打包 一定时间考进U盘线下 拿给四五十岁的街头人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抓住她的手臂 校服空空荡荡 直接抓到她的骨头 你才十四 你才十四岁 有什么砍过不去 需要你做这些 她笑了一声 突然提了别的 阿姨 我妹妹聪明 提起妹妹时 她脸上才浮现出 这个年纪该有的表情 她缓缓开口 她要上学 我想让她上最好的学校 躲在后面的女孩 扯着我的袖子问 我们做错事了吗 我看向周延青 她还是一副淡然的表情 我冲她吼出了声 她呢 她也要上学 你身后这十几个孩子 都要上学 等他们长大 你让他们怎么办 她张嘴想说些什么 最后又狠狠闭上嘴 最后捶着头被人带走 除了周延青 剩下的孩子算是受害者 他们做了笔录很快出来 他们的家长等在门外 有些父母直到现在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毫无察觉 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 在被人威胁 一时哭声一片 出来了吗 又有什么事 她又给谁发照片了 在哭泣声中 这熟悉的声音 隔着门都能听到 格外刺耳 女孩最后一个出来 她脸上的亲子明显 我摸摸她的脑袋 问她脸上怎么回事 她很坦然 妈妈打的 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并不是每个孩子 都像齐安一样 什么都敢和我讲 让所有事情 终止在第一步 更多的是 像她一样的女孩 只是因为给 自以为是朋友的人 发了照片 就被威胁一步步 按照对方要求走下去 她不敢和任何人袒露 她不敢告诉家人 只能自己承受 她能接触到的 只是和她一样 被控制的小孩 他们都还没形成 自己的判断能力 只能一步步被推着走 她的妈妈等在门外 拟警察背对着 我和她妈妈距离力争 我看着拟警察争吵的背影 只能摸摸她的头 告诉她 快长大吧 周延青被判了五年 开庭那天的我在 她一言不发接受 好像是知道 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那几个四五十岁的骗子 都有家人来看 她身旁空空荡荡 只有刘警官 牵着一个女孩在她身后 刘警官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 离开时 她喊住我 那双眼睛不敢看我 就是为了她妹妹好过一点 我喊齐安 让她拉着妹妹先走 但是女孩并不走 她就仰头看着我 一双眼睛黑白分明 刘警官冲我汗手 农 这就是她妹妹 被分给她妈妈了 她妈妈组成新的家庭后 她妹妹连学都上不了 是小周攒钱 把她妹妹接出来 供她妹妹上学 我没想到 她说着说着眼眶湿润 没想到这个十四岁的孩子 会做出这种事 那十个孩子里 最小的只有十岁 她更加愧疚 对不起 是女孩开口道歉 我最想听到的道歉 从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口中说出 哥哥做错事了 就要受到惩罚 她说完 又说 哥哥其实很好 都是因为我 我害怕她会觉得自己是累赘 但是下一秒她说 我会更努力地学习 让哥哥更好 会好的 我会让哥哥和他们道歉 到门口时 有车停在面前 摇下车窗 露出一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 女人重眉嫌弃 走吧 非要来看那个拖油瓶 你和你哥都是 当初我就不该要你 让你和你爸他们在一起 女孩冲耳不闻 一言不发地爬上车 摇下车窗冲我们挥手 女警察在一旁出声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她劝我 各扫门浅血吧 她说完 转身要离开 秋风卷着糖果的味道 和一缕缕香水味 扑到我脸上 她应该是刚从家里出来 此时我才真切意识到 她不只是女警察 还是一名妈妈 也是一个女孩 我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我给你送个锦旗 她摆摆手 人民警察呗 全问完感谢观看